爸爸六卡斯曝光,咀嚼芒果台四年,今年他终于带上女儿和战狼吴京一起上爸爸去哪儿了? 今年都吹起萌娃风,各家宝贝在节目上都圈粉无数。 说到最火爆的亲子节目,那一定非芒果台的爸爸去哪儿莫属了?从2013年开播至今,现在已经开播5季了,无论是第一季还是第5季,爸爸去哪儿都是芒果台的收视王牌。 而那些参加爸爸去哪儿的大小明星们,更是圈粉无数,看看张亮的微博粉丝从几十万暴涨到上千万就知道这个节目有多火爆了。 像林志颖、田亮、刘庚红、陈小春他们更是凭借爸爸去哪儿直接焕发了他们娱乐生涯的第二春,然后各个商业价值飙升。 虽说爸爸去哪儿可以大大提升明星的身价,但有些明星却一再拒绝爸爸去哪儿的邀请,例如刘德华、韩寒、张志林,还有今天小黑要说的王力宏。 据说从2014年王力宏和李静磊生下女儿王嘉丽开始,爸爸去哪儿就会每年都向王力宏发出邀请,邀请他参加节目。 可是从2014年到第五季,他都拒绝了芒果台的重金邀请,不过到了今年第六季的时候,王力宏似乎要松口了,不知是节目组多次重金邀请打动了他,还是其他原因。 爸爸去哪儿节目组前几天公布的你定家编名单里面就有了王力宏的名字,而对于王力宏的参加,很多小伙伴也是充满了期待。 关键是除了王力宏外,还有吴京也会参加,就是不知道军人出身的吴京会不会带儿子无所谓在节目上打组合拳。 除了前面两位明星爸爸外,还有两位实习奶爸,任嘉伦和纪凌晨,就是不知道这两位能不能胜任奶爸这个职务。 最后,小伙伴还希望谁能参加爸爸去哪儿,小K就很期待刘德华能带上他女儿去参加,就想看看刘天王是在教育女儿的。